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政圈的事務總監郭詩智先生 郭順利好 你好 跟進一下現在兩地的市況 看看內地方面 經過上星期五大幅上升之後 今日表現持平的比較多 上市指數正在升3點 最近是2131點 另外滬深300指數正在升5點 最近是2322點 另外深圳城指正在升34點 做8,743點 再轉看港股方面 恆生指數最新跌19點 做19,782點 而國企指數跌43點 做9,384點 成交方面暫時有405億 其指跌67點 做19,801點 高水近22點 成交量暫時有37,000多張 和郭Sir略談談市況 上星期有大幅度上升 看到今天有點淡靜 當大家以為爆單哪個情況出現 今天又剩下 2% 再加上 不斷有些公司 上場 收水集資 健康方面 股東配板 現在下跌2% 和郭Sir談談 不斷有些公司 不斷有些集資潮 上星期已經有7天 有配股集資的行動 接下來陸續續相信 港交所、中海油 都會有些不斷收購的項目 都有可能會抽水 問郭Sir 市場上是否成不成大集資壓 看看配售給誰 如果配售給一些大型機構 或者一些長線投資的基金 問題就應該不是大得那麼緊要 當然知道 太多的配股行動 亦都會有少少負面影響 假設一個基金是深延某隻股份 如果他拿不夠的話 他會在市場上買 但他拿夠了、餵飽了 他就完成交易了 持貨也足夠了 反正都是長線投資 短期的反復是不理的 所以很可能大市本身 是會略為是靜一靜的 況且上個星期五的升勢比較急 事實上大家不要預期 趕快三百兩戶上去 在中秦之前如果升得太急 就算中段不跌 下秦也會反復 因為由六月開始到現在為止 除了上個星期五的成交加碼 有些氣氛之外 大部分時間的成交加碼 都是相對比較薄弱的 你說在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有些相繼的配售 對大市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 如果有一個很刺激的環境 配售行動會加速大市的上升 市場人士會覺得 這樣的價格也有些基金買 還有哪個哪個買 你一定會看向正面 反過來 在比較淡靜的市況當中 如果有太多的配售 會令到投資者卻步 第一 氣氛已經淡靜 你還要不斷抽水 美國說最低限度的市場暫時 暫時沒那麼快好處 買夠的優勢就不會在市場上再買 這也是另一個看法 但最重要的是看資金流 其實我最終都是看歐債的危機 引起的憂慮 是不是一路一路在改善 這個才是關鍵 環球的資金 早前避險的數碼 是4萬多億美金的 天文數字 你相對現在的一二十億 或者是三幾十億 那些算得什麼 如果你說2012年剩下15個星期 假設沒有什麼特別的壞消息 或者事件發生的話 不排除拿得現金比較多的基金 他還是會繼續需要作一個爭持 我不管你在一個商品 我不管你在股市 你都一定要商業來講 一定要爭持 因為萬一個市 走上去的話 基金是會跑輸大市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心理上一定有影響 但實際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影響是比較中性的 因為這次配售不是向省戶那邊走 全部機構性投資者 或者一些主權的基金 這些基金也好 有實力的投資者 一般來說 不會今天買明天出的 一定是擺三幾年 這樣做一個中線的部署 而他們去買的話 一定是基於基本因素 他絕對不會買 一年兩年三年 未來這三年 業務前景還是比較保守的股份 例如工業股 或者傳統的工業股 市盈率很低 他們就是不會買了 你勞工密集 你已經是成本不斷上升了 面對一些產品 又不是那麼高檔次 屬於一個中下檔次的話 老實說沒有一定的競爭力 我覺得相關的股份 基金未必會垂清 到現在這一分鐘為止 我始終認為今年最壞的一刻 已經是過了 很可能近期有些基金 一開始入市 已經是一個先兆 先兆的意思是 有個別基金 認為未來第四季 或者明年第一季 是比今年第二季和第三季 已經夠了 如果失敗過 就繼續拿著美債 不要動 反過來 如果是好過的話 基金會計算數 可能已經有股票拿著 有投資拿著在手 但可能佔基金總的數目 是65% 他需要多買5% 或者多買10% 而這5%到10% 他會選貨買 段股他都不會買一些 鮮市股、豪子股 一定買基本因素強 例如有人配售健康 一樣有人接 有人配售太保 對另一方面 一樣有人接 配售那個套現那個 你不需要你太多的原因 因為他肯定是第一件事 一定是要錢用 或者覺得來到現在差不多 他才會配售 但要考慮的是買那個 要是掏錢出來買東西 那為什麼他要買呢 為什麼他要拿這麼大筆資金 來承托呢 一定過鐘 是有些基本因素 他認為未來的前景 比現在的一分鐘好 我自己覺得 相關的配售行動 太多 對市場來說 是有少少阻滯的效益 第二就是 當完成這個配售之後 最終最終都要看資金流 即是看大市的表現是怎樣 今天市有少少反覆 其實很正常 上個星期五狂升之後 其實今個月已經成為先低而後高 只要任何反覆 不跌穿50天線 問題不大 最終都會上市 或者等機會上市 8月9日的高位 二馬零三八點 順帶一提 某隻股份如果配售完之後 早前來說 一定是找機會再進一步向上推 但現在的勢力可能未必 因為部分的基金配售完股份 回來之後 接了貨之後 不足夠 還要在市場上再賣 所以形成了配售完之後 市場繼續向上走 就是這個理由 相反來說 如果看淡市場 他根本上就不需要接貨 因為他覺得未來會更便宜 我為何現在要接呢 有一件事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 今天的指數曾經一度 進一步上破了20天平均移動線 不過現在這一刻 有少少是放慢了 其實相對上星期五的急升來說 今天的十多二十點反覆 是很正常很正常 嚴格來說 都是屬於咬住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整顧過後 還要看美股和A股走勢而定 如果美股能夠進一步成功 突破13339點 就是說 道指會創金融海嘯之下的新高 除了顯示資金流的態度 慢慢慢慢正面之外 會不會有些春光鴨的效應呢 即是說 你很快會推出QE3 現在先買好 其實QE3只是一個口號 實際上對經濟一定有光鑿 但不是零丹妙弱 我剛才提到 拍馬美債的資金 是以萬億計的 但就算QE3 我當你有五千億 五千五百億 六千億好未 你都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的數目 因為剛才我說過 拍馬美債的基金 是以萬億計的 換句話來說 未來整個大市 如果有些小小的反覆 或者有小小的回落 都只不過是一個 急升後正常的調整和消化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五十天線 不跌穿的 繼續向上穩高的形態 暫時沒有變 如果跌穿了 豈不是市場再反覆 這就是大家要看一看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稍後回來和郭Sir 聊聊其他板塊的表現 看看內地方面 跌不足1點 還有2127點 值得留意的 兩次的成交 加上已經有1400億 看看港股方面 恆生指數最新跌17點 還有19785點 稍後再見